对于很多的男性朋友们来说,不管是应酬还是朋友聚会,都会有一个喝酒的现象的。 那么对于一些经常喝酒的男性朋友们来说,到底会不会害哪些器官呢? 天天喝酒,身体出现满血表现,又在提醒你要戒酒了呢?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街里看看吧。 男人天天喝酒,三个器官都会受损。 出现这三个表现,提醒你该戒酒了,男人天天喝酒,这三个器官都会受损。 肝脏,肝脏对于食物的消化,营养物质的吸收,控制感染和清除体内毒素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在美国,每年有200万人因为饮酒过度而导致肝脏疾病。 2009年,肝硬化被列为美国人死亡的第十二大主要原因,其中有经半数的病例与饮酒有关。 美国有约三分之一,需要进行肝移植手术的病例,也是由饮酒造成的。 二,肝脏,酒精有力量作用,肝脏无法正常条件体液流动,造成纳、胰、钾、氯离子分布紊乱,引起点解之失衡,过度营救还会导致高血压。 它是引起肾功能衰竭的第二大原因。 三,一线,营救过度会扰乱。 一线的功能,让它在内部分泌过多的酶,而不是把酶输送到小肠中去。 迷在一线中的堆积,最终会导致炎症,即所谓的一线炎。 一线炎既有可能急性发作,其症状包括腹痛、恶心、呕吐、心率增加、腹性和发伤,也有可能慢性发作, 其一线功能缓慢恶化,导致糖尿病,甚至是死亡。 天天喝酒的话,会对身体这三个器官造成损害。 所以爱喝酒的人,一定助控住好酒量。 还有如果身体有这三个表现的话,那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该接酒了。 一,酒量变小。 有些人曾经谦卑不醉,可是突然间发现自己没有以前那么能喝了, 喝一点点就开始胜韵,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开始接酒了。 这说明我们的肝脏已经出现了问题,酒精中的乙醇是需要肝脏来分解的。 如果肝脏出现了问题,会导致乙醇无法正常代谢,因此才会很快就喝醉。 二,淋巴结增大。 长期喝酒可能会引起淋巴结的变化。 如果发出现窝或紧箔出现淋巴结肿大,大家不要要引擎心,因为淋巴仙持续增大,且超过一个月还在继续增大,就要紧气至乳癌或脑癌。 三,腹部疼痛。 如果腹部疼痛,排除未尝到疾病,就要考虑是不是肝脏疼痛。 如果肝脏疼痛还要喝酒会增加肝脏负担,不利于身体健康。 总而言之,少量饮酒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血液循环,对我们的健康有利。 可如果长期过量饮酒,会很严重地损害我们的健康。 希望大家可以在平时多注意身体,且不可贪悲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